三思堂 既是一个土宅 也是一个美术馆 好多灯笼 各种各样的 各式各样 对 它的灯笼 星星色色的 大家好 欢迎来参观我们的 霞石灯彩的一个展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历史很有久了吧 对 1200多年 我们霞石灯彩 早在唐朝的时候 就已经遇满江南了 在宋朝的时候 达到了巅峰 被列为朝廷贡品 当时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 这是美善是一个故事吗 对 我们的小小灯彩 就是说每一个画面 它都展示一个灯彩的故事 这还可以愈娇愈乐 对 这是刺绣吗 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用的一张纸 它是不透光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表现线条呢 就是拿那个小的针孔 一个一个一个把那个线条给 对 你可以走近一点 你去看 真是 纯粹小点点 用针扎来 对 所以才能透出光来 对对对 这样子 这是古人的智慧 关键这个手一活 太细细了 你看这个小点 特别考验这个 这些人是 它是扎破一部分 然后再画一部分的画 画完以后再扎 对 像这么一个灯的话 比如说我们用传统的技法去做的话 20天到30天之间 具体得看它的工艺要做多细 有一个工匠来完成 太多细节了 快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一载灯 对 老师 这个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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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情吗 过完的话要买的 不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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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也好难啊 这个看着 记得我做面子 这个造型 我们看这款灯 它叫球灯 你看它明朝的时候 就作为一个爆款灯 哦 你可以在很多的那些绘画作品里面 看到过它的影子 对 古画里面都有它们 大家想说 对 兰花 对 蜆蓝花 水仙 这些是水仙 对 元宝 这是蟹 桃是代表这个寿桃 对 桃它有几个意思啊 一个呢 就是你刚说的就是长寿 还有一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爱情和那种 那种 桃花 桃花 对 就是在那个 那有意义 那古代的时候元宵节 元宵节其实在 古代的时候就是中国的情人节 嗯 那时候代字归中的那些女子 一年只有在 那天可以 那天可以出去 那么晃灯会 我手里面提的都是 就是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明白吗 所以说 这个灯的话就是 嗯 可撩 可撩 单身 可撩 可撩 是 我是单身 留个联系方式 留个单身 对对对 怪不得是爆款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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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